這首歌呢 是我在十幾年前寫的一首歌 就是曾經讓我嚇一跳的那一個女孩子 他這首歌獻給亞郎 在我心中你永遠是最美的女孩 曾在夢中輕輕呼喚你 一個人總也許太寂寞 一個夢裡你都在我身旁 醒來以後眼淚還沒乾 我的牽掛著親口你的心啊 想起我倆曾經那段甜言蜜語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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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中你永遠是最美的女孩 曾在夢中輕輕呼喚你 一個人總也許太寂寞 每個夢裡你都在我身旁 我都在我身旁 我都在她身旁 我都在穿過這親口你的心啊 想起我倆曾經那段甜言蜜語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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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中你永遠是最美的女孩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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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中你永遠是最美的女孩 最後一句是獻給在座的每一位女孩 在我心中你永遠是最美的女孩 謝謝 我看到亞蘭的時候 剛剛我差一點點掉原來的 可是她就先掉了 那表示說她已經替我掉了 那因為每次我看到這樣子的 認真的年輕人喔 在部落裡面 因為本身我自己 就很喜歡認真的小孩 認真的年輕人 所以我看到亞蘭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 這個 這個 這個小妹妹值得去栽培 值得去教她 最後呢 最重要的 我們還是不能忘記這個 把亞蘭磨成這麼漂亮的 磨成這麼會的一個人 就是她的父母親 偉大的父母親 謝謝他們 謝謝我們的祖靈 給她這樣的智慧 謝謝我們的前輩 我們走過去的前輩 她留下 這麼好的一些智慧 留給我們這一代 留給亞蘭 讓她有繼續努力 繼續成長 謝謝 謝謝 也非常謝謝我的家人 還有陪伴我的朋友 對 我們那個樓梯間的 全肯青年 就跟大家揮手一下 我們一起創作的朋友 這樣子 那特別是那個 秉芳 對 秉芳 我們當初我們兩個 一起在台北 我們都是一個上班族 這樣子 然後我們兩個 就是某一天 在吃義大利麵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位子 我們還坐在廁所前面 這樣子 然後我們兩個 在聊人生的方向 後來決定兩個人 要一起就是 努力打拼這樣 然後到現在 她自己也有很好的成績 也是一個 新銳的阿美俗的畫家 這樣 那她現在在台北 又有自己的 就是個人的工作室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一起打拼到這裡 彼此鼓勵 因為這個路很不容易啦 所以其實 大家都是一起鼓勵 才有辦法走到現在 然後再來是 其實最辛苦的是 我的爸媽 對 那他們從小 他們不是 他們從小 用他們的勞力賺錢 然後讓我跟姊姊 有很好的生活環境這樣子 那當初 其實在這個 創作過程中 跟他們有很大的爭執 我的爸媽 他們其實很不能接受這樣 那他們從 不能接受到 試著去了解到 包容到現在支持 我覺得這一段路非常不容易 對 我常常都會覺得 但我的爸媽很衰 對 就是到了30歲 都還一直這麼叛逆 這樣才會一直擔心我 非常的辛苦 還有謝謝我的家人們 他們一直是我一個 就是支持的力量 那他們就是也是為我 每次因為我一直忙著創作 生活都沒有不好 所以他們都會一直幫我 就是打理我的生活這樣子 對 那非常謝謝就是各個來的 藝術家前輩跟你那裡部落的 就是親朋好友們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部落當中 生活很幸福啦 而且真的我一個年輕人 剛來到部落當中 那剛開始創作 我發現大家都很努力 很積極地扮演一個粉絲的角色 對 讓我一直感覺 自己很像很會 然後就是很有動力往前走這樣子 就非常謝謝就是大家的支持 那還要特別謝謝就是雅筑妹妹 前兩個禮拜就是到山上去創作 我原本去山上是想要減肥啦 那接著他一直送食物給我 我三不五十說 欸 姐 那個早餐送來了 我說 中餐那個便當 然後一下午有蛋糕喔 然後就是一直從那裡送食物上來這樣子 那非常感謝他 那他也幫我就是分擔了很多工作 對 那最後謝謝就是 幫我這段日子幫我分擔很多工作這樣子 那在整個就是我們展覽的一些行政作業啊 還有開幕的流程都是他規劃的這樣 非常感謝 那等一下就是創作的部分 會再跟大家就是導覽這樣子 那就是真的非常謝謝你們的參與 謝謝 謝謝